今天我们用苹果和红薯来做好吃的 我们先将红薯清洗干净,修去外皮 然后将它切成薄片 将切好的红薯片直接丢入蒸锅 隔水蒸熟 再将苹果也清洗干净,修掉外皮 先给它切成薄片 再给它切成小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将切好的苹果丁放入碗中备用 锅里加入清水150克,白糖60克 加入苹果丁,再加入食盐2克 不用盖盖,直接大火煮至水汽收干 然后给它翻炒一下 再加入淀粉水 翻炒均匀,给它收汁 这样我们的苹果馅就做好了 然后放入碗中,放凉备用 再将蒸好的红薯片倒入大碗中 用叉子将它压成泥 350克的红薯泥,往里面打入一个大一点的鸡蛋 加入糯米粉120克 再加入白糖30克 先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 再往里面加入面粉80克 将它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 因为面粉的吸水量和红薯的含水量不一样 所以干湿自己来调整一下 太干可以加一点清水 取一小坨,先给它捏一下 捏均匀之后再搓圆 然后转成一个小窝窝,像这样 再放上苹果馅 左手的拇指轻轻地按住馅料 右手的虎口不停地往上转 轻轻地往上挤压 转成这样之后,将拇指拿出来 给它收口,封紧 然后按扁,贴合 再放在掌心,给它搓成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后 取一个面剂,放在牛奶里面滚一圈 然后再放在面包糠里面 将面包糠给它搓一下 搓紧实一点 没有面包糠也可以用芝麻来代替 油温大概三到四成肉的时候下锅 小火慢炸 用筷子给它翻动一下 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 炸至大概需要五到六分钟左右 表面金黄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用漏网将它们剪出来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小零食就做好了 外表金黄酥脆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来看一下 外皮酥脆 打开,里面的面皮非常的柔软 馅料超级的香甜 宅在家里的朋友还在等什么? 感兴趣的话赶紧的做起来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玥 拜拜